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正逐渐地传遍整个天下 中原战事自然已经停下来 这片土地上因为那场大战而带来的果子仍旧苦涩的难以下淹 一些讯息在大战的混乱过后才逐渐的出现 被一些人知晓后变作了更为混乱的局面 大明府皇宫之中 在大战结束后的这个秋天里 刘豫开始变得多疑 惶惶不可终止 数日以来 他已经连续杀了十余名宫中的侍卫了 从底层而来的传言 正与人们口耳之间传播扩大 相传在三年的西北战争之中 黑旗军于大战之中逼响了众多的俘虏 而这逼响不仅仅是一般的周祥那么简单 有传言说在西北的大战开始之前 黑旗军斩杀楼市之后 那魔头宁义便已在积极布局 他派出了大量的黑旗士兵分散于中原各处 人群聚集之所 当西北大战开打 女真逼迫大旗出兵 刘豫的强制征兵便在这些地方展开了 此时中原已经经过三次大战洗礼 原本的秩序早已混乱 官员已经无法从户籍上评判谁是良民 谁是本地人 在这种积不择实的强征之中 几乎所有的黑旗士兵都已渗入到了大旗的军队之中 他们本就是军人 在军队之中表现自然出色 升职出头不在话下 这些人勾连身边的人 选择那些身强力壮的 想法倾向于黑旗军的 于战场之上向黑旗军投降 在每一次大战当中 给黑旗军传击情报 在那场大战中 大量的人就那样无声无息的消失在战场中 成为了壮大黑旗军的养量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如今的大旗军队当中 不知道有多少人仍旧潜伏在其中 他们有的已经成为了高层的将领 有的还在发展黑旗军的成员 甚至有的或许已经破格提拔成了 刘玉身边的宫中敬畏 这些天来 刘玉看见的每一个军人 都像是潜伏的黑旗成员 连日下来 她的精神都衰弱了 夜风在吹卷起叶子 屋檐下似有水在滴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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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细碎碎的声音 刘玉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背后是一身的冷海 她觉得似乎看到了床边的黑影 然后 床边真的有黑影 那黑衣人靠过来 一只手如铁箍一般 牢牢牢牵住了她的嘴 那双眼睛在看着她 面对面的 皇帝 声音响起来 那人抽出了一把避暑 往她的脖子上架上来 比划了一下 开始将避暑间 对着她的眼睛 缓缓地扎下来 最杀一个荒帝 刘玉挣扎起来 然而那只手上的力气 还在夹住 她的脸颊骨头 都在咯咯作响 背入下传出湿热的感觉 她已经被吓得失敬了 眼睛紧紧地闭着 牵在嘴边的那只手 陡然放开 随后一下重击敲响 刘玉晕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 刘玉脸上的红印未退 巨大的混乱 已经在皇宫内出现 有关于新魔黑旗的传闻 在民间流传起来 影响还在继续 江南宁义的死讯 与黑旗军的覆灭 已经在人们的口中 传过一遍 除了少数 书生开始祭奠死去的周折 感叹拨乱反正之外 这一次 民间议论的声音显得安静 江宁城南郊 大片的运落 建于原本山明水秀的丘陵间 附近亦有武猎营的军队驻着 这一片 是如今太子军武 研究格物的别业 大量的鱼木炮 铁炮 如今就是从这里被制造出来 发放各处军队 太子本人也时常在此坐镇 秋末 一名遁守之人 敲响了一处运落的墓门 这人身材高大 战姿稳健 面上有数处刀疤伤痕 一看便是九经沙场的老兵 爆出某些暗号后 出来接待她的是如今的太子府的大总管 陆阿贵 这名老兵带回的是有关于小沧河 有关于西北四年大战的消息 他是陆阿贵亲手安插在小沧河军队中的内应 这人的名字叫做林光烈 在小沧河数年 他加入黑旗军奋勇作战 一度升至那逆飞宁力亨的身边 他在西北最后几场混乱的大战中被俘 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而在堪压之中 他连同几名黑旗军的将士越狱 亲手砍断了自己的手臂 九死一生方才逃脱 此时南下汇报消息 自然的他也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听取了相对重要的讯息后 陆阿贵将他安顿下来 同时派人报知了此时仍在京城的太子 林光烈被安排在最好的宅院里 受到了最好的对待 这一天 林光烈出门到江宁逛街 甩掉了安排下来负责保护他的两名侍卫 离城后沿着小路而走 走得不远 看见了等在前方的陆阿贵与一对士兵 陆阿贵目光疑惑 眼前的人是他精心挑选的人才 武艺高强性格终止 他的母亲还在难眠 自己甚至救过他的命 这一天的山道前 林光烈跪了下来 对他磕头道了歉 随后对他说起了他在西北最后的事情 西北三年大战 敌人源源不断的过来 纵然宁已早有众多的布置 要承受下来 战况依旧惨烈无比 最后的一年里 女真人的攻势加强了 众人东奔西跑 宁已带着直系部队也投入了作战 林光烈当时已经是这支队伍里的人 战场上刀剑无眼 虽然有大家的保护 但宁已也受过几次声 在绝境般的环境里 他与众人一同冲杀 也曾说过 自己可能某一天 也会是完颜楼市一般的结局 那些时间里 宁已喜欢与人说话 许多的想法并不必忍 说起对战争的看法 对世道的看法 大伙未必都听得懂 但久而久之 却知道那是怎样的全权之心 我被抓的那场大战 是发生的最后几次战斗了 开打的前一天 我记得天气很热 我们都躲在山里 天快黑的时候 坐在山边乘凉 我记得 太阳红得像雪 宁先生去看商园回来 跟我们说 谁谁谁死了 林光丽说到这里 已经站了起来 他跟我们坐了一会儿 后来说的话 我这辈子都记得 他说 我整天跟你们唠叨 有些人就当我的面说 烦死了 我都知道 他说 我其实是个怕死的人 不想死 也不想痛 都不好受 他说 我今天不想说什么 我们非得去死 非得去痛 但是 能跟你们一起打仗 一起冲上去 我觉得很荣幸 因为你们是神 有高贵的 高尚的东西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垃圾 你们为了最好的事情 做了最大的努力 所以 所以有一天 真出了什么事 我真的 我三百来一趟 这汉子站在那里 眼中已经有了眼泪 我被他们抓住 没多久 他们说 您先生死了 因为这样 我才没有被杀 那天晚上我弄断自己的手 杀了三个人跟大伙一起中出去 我不知道您先生是不是真的死了 但是在他说那些话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自己是一个神 不比任何人 甚至比起皇帝来 都不会低下的人 放肆 听对方说出这句话 鲁阿贵目光夜冷 吼了出来 身边一队士兵同时拔斗 一时间这身道尖兜光灵灵 灵光烈吸了一口气 用谨慎的右手拔出了腰间的钢刀来 鲁阿贵目 鲁管事 我成宁救命 也尊重你 我断了手 只想着 哪怕是死之前 我要把这条命还给你 我给您带回了小沧河的消息 小沧河堂堂正正 没有什么不能跟人说的 那消息我说完了 鲁先生 我要把这条命带回去送回华夏去 您要挡我 今天可以留下我的命 但有件事 我跟大家说清楚 三年战阵搏杀 只有一只手了 我还能杀人 你们当心 他身形微微地低下来 横刀而立 目光眯了起来 这样的距离 他只有一个人 如果冲出 恐怕会被登场射杀 但即便如此 这一刻他给人的压迫感 也没有丝毫地降低 这是从西北的地狱中 归来的猛虎 鲁阿贵沉默了片刻 若是宁丽恒真的死了 你回去又有何意 凌先生跟我们说过那些话 灵光烈道 他若真的死了 华夏军都会将他传下来 如果是 靠你们 救不了这天下 秋夜黄透了 在风中往树下落 天空中南飞的大雁排成了行 山道上双方的对峙中 陆阿贵抬起了头 无声地叹了口气 这里曾经也是那位书上的故乡 如今红艳已归来 许许多多的人 已不会回来了 或人不在 或心不在 西南大理佛教兴盛 这是片安静祥和的国土 段义侯段宝生的女儿段小晴 今年十三岁 虽未至吉吉之年 但段小晴自有熟读诗书 喜女工 通音律 小小年纪便已成为了大理城内有名的才女 这两年来 上门提亲之人更是踏破了侯府的门槛 令得侯府极有面子 有这样一个好女孩 段宝生素来十分自豪 但她当然也知道 之所以女儿能够这般吸引注目 主要的原因 不仅是女儿自幼长得漂亮 主要还是数年前 给她找的那位女先生 这位名叫黄敬梅的女居士 不仅学识冤博 精通女工音律 最重要的是她颇通佛法 今天龙子庆幸大师引荐 最终才入侯府教书 对于此事 段宝生一直心怀感激 对于这位样貌 气质 学识都非常出众的女居士 段宝生心中常怀侵慕之意 曾经她也想过 那对方为侯府测试 且卓仍开口提亲 然而对方予以婉拒 那便没办法了 大理佛教兴盛 段宝生虽然喜欢对方 但也不至于非要强取 为了给予对方的好感 她也一直都保持着分寸 几年以来 除了偶尔对方在教导女儿时 过去碰个面 其余时候 段宝生与这王居士的见面 也并不多 这几年来 外界的局势风起云涌 五朝从原本的天朝上国 陡然被打落无底 中原西北厮杀不断 大理也逐渐紧张起来 这一天 段宝生从惠克的院落 送走了一名兵客 途中便遇上了带着女儿 在花园中走动的王静梅 他眼中注意着一人 脚步慢了下来 口中还在说话 那王居士未曾望向这边 段宝生只是看着他的侧脸 某一刻 他扭头朝这边望来 段宝生这才看到 对方的脸上已是煞白一片 出什么事了 段宝生并不明白 这一天 曾经名叫李诗诗 如今化名王静梅的女子 于西南一语听到了宁毅的死讯 在这之前 那座他曾经住过的小小山谷中的军队 直面凶残的女真人拖住他们 打了一场整整三年的大仗 他曾经以为这战斗会无休无止的打下去 即便是那样 那痛苦也不会如此刻一般的排山倒海的涌上来 好多好多的事情忽然又涌起来了 那道身影曾经儿时简单的片段 在江宁的那场重逢 他总是对他充满了误会 那个人在梁山杀了几万人 震灾时的追逐利益 对人性的操控 女真人来了 她在城外抵抗 又向府倒下时她不断奔走 她杀了皇帝 将她掳去了西北的山里 让她整理那些文字 某一个她想起她 记得自己曾经喜欢她 然而杀了皇帝之后 她已经无法再喜欢她了 他们的争论 她并不会刻意相让 然后她去了天南 她挡在了天北 一个那样坚硬执拗不屈的人 她几乎就要忘记她了 这一天段小青看见 她那位知性美丽的女先生 不知道为何失了胎 她躲在她闺房侧面的小房间里 哭了好久好久 第二天 王静梅向段宝生请辞了 难归的红颜飞过了五朝的天空 中原刘越的政权 开始准备向汴梁迁都 岳飞率领着她的军队 朝着北线的战场挺进 在击溃两支军队收复一处周线之后 又遭到了京城的训斥 黑棋军已去 女真再无南下的障碍 不能再起边信了 太子军武回到江宁 听陆阿贵说完了林光烈的事情 微微的叹了口气 外间作坊之中 又运出了一片铁炮和火药 有关于各种火器的改良 正紧锣密鼓的进行 南面 李诗诗剪去头发 离开大理 开始了北上的旅程 林光烈走在去西北的路上 一如她南下的旅程 经过了争荣贤峻的 漫道雄关 西下 在小沧河战败 华夏军父王后 李乾顺开始重整商路 预备到了开春之时 便开始大展拳脚 然后开春了 黑色的铁骑呼啸如风 如狂飙一般的强大光势里 踏碎西下黑水的广大平原 在不久之后踏入贺兰山沿险 风烟燃烧起来 这是谁也未曾知晓的开端 蒙蒙 成吉思汉铁木针 踏上了巨大的舞台 蜂蜓 蜂蜓 一个并不强大的 名为达央的部落聚居区 此时已经逐渐的发展起来 还是有了些许汉人拒绝的样子 一支曾经震惊天下的部队 正在这里聚集等待 等待时机的到来 等待某个人的归来 风鸾如炬 风鸾如炬 波涛如怒 如怒的时间到了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追续第761集 变幻 风云几卷 软石巨 青蓝 雪仍烟 何人心念 烈火 青平原 回天 穿越历史小说 坠续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诗破长 夜天 思念 诸空 闭上空悬 正途黄断 铁甲有寒 黄霸 除非 小姐 公主 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